这是厚度0.15的不锈钢薄片 现在焊一段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这个焊点 0.15的话也不会焊穿焊透 这是铜汗丝融化后的效果 这个就是冷汗机的两把汗枪 碰汗和呼汗 碰汗是对应着碰汗输出 呼汗是对应着呼汗输出 这是两块0.3的镀芯薄板 看了三个焊点 看一下 这是紫铜和乌丝 点焊后的效果 为什么有的人在汗的时候 汗丝一直起球 就说明手法不对 乌针不能放在汗丝正上方 放在正上方的话 汗丝它就容易起球 像这样 它根本融化不了汗丝 现在演示一下冷汗机的附加功能 碰汗 这个是0.1的不锈钢 小圆管 可以多点几下 能看到里边有两个焊点 焊点几下 然后再来 小圆管 切成 一边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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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内角的时候 乌针伸出磁嘴3-5毫米 就是这么长 乌针对准汗缝的中间往下抖 一个点压一个点 不要汗的太密 看一下汗点 这是冷汗机汗完后的效果 中间这个是雅工汗汗完后的效果 这个是雅工汗 不加焊丝直接焊 不加焊丝 不加焊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